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有意思的比赛啊 一批是安徽小学生二批是包王 那包王有包了大家能知道这个比赛里都好玩吧 后退啊踢一脚 然后做好防御 还好一个天龙 直接带走了对手的大猪 安徽小学生的实力大概是一线啊肯定是有一线的 实力非常的稳健 我们看 下一回合真七对战包子其实真七打包子只需一个近身啊就废了 看包王怎么牵着他 用哭当家 好好点年 用哭当家 用哭当家 就是家呱呱家 不会当家的包子不是好包子啊 刚才用那个cd啊就是骗对手看我是不是发波你要跳过来我这 一个满头给你怼回去 然后切房啊近身就切房好的被耗了一下近身装 那下一步是下下地还是站地啊跳青腿但是包王还行啊没有乱动 对半半倒又开始用哭当家 我真七的起跳速度比较快要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距离 不能离近了发波离近了发波就会被对手哎 给跳过来哎呦没耗上 还必抓还有一则还有一则怎么错敢不敢ab 炸气能量散 下地正好兄弟们在时间的掩护下 居然真七 归死了包王 这是什么情况 好我们再看一回合 包王说讲话来我有仇不放飞君子啊必须得把这个面子蒸回来 只要我归别人只要我靠时间许取胜 居然敢归我必须这本小地龙小天龙呱呱就在安排上 一顿小馒头 那能ab吗小伙子还是太年轻 年轻有为呀 啊青腿再点点呱呱点 用困蛋夹 啊赶紧用一个前青腿就跑了你这样你就进不了身 又拉开两个人的距离 好利用能量散再摇摇了 这时候呢包子现在没有气啊如果被大猪压进角落就一对小钻锤 好的 大猪的机会来了敢不敢钻 呃 其实学生他有点考虑的太多了啊 他下壁想确认摇摇乐但是包王防住下盘没敢钻 但如果他钻锤的包王天龙还能破所以说都是 差不多 哎呀被打了个下腿半 归死的 跟谁俩呢小老弟 哎 这句话就应了那句话了兄弟们 出来走啊迟早要魂的 出来混迟早要魂的 如果你觉得搞笑不要忘了点赞 我们